有些剧像《玫瑰的故事》有《刘亦飞》与《凤行》有《赵丽颖》或《重磅》IP改编的《庆余年》 关注度一直很高,怎么也低调不了 而像《锦绣安宁》、《春花宴》和《偷偷藏不住》是热门的古装偶像剧和甜宠剧题材 播放成绩往往不会太差 但有些剧不是明星主演,不是热门题材,播放指数却意外很高 以下介绍十部,最后一部被骂惨却赢了《玫瑰的故事》 2024最火的剧莫过于《庆余年》与《凤行》、《玫瑰的故事》、《繁花》和《墨语云间》了 这几部都是光看卡斯就让人想追,播放指数也轻松突破85大关 通常播放指数破85的,就已经是当年热门剧,今年《庆余年》与《凤行》更冲上了90 而最近热播的三部古装剧播放指数最高的是《锦绣安宁》 最高值目前落在84.57 《七夜雪》和《春花燕》分别是78.67和74.32 《锦绣安宁》、《七夜雪》和《春花燕》都算热门题材 也都找来流量明星,但目前都没有到大爆火的程度 而以下几部不是大制作 有的甚至没有人气明星 播放指数却意外很高 一、彭玉畅 《红明号》《艺人之下》播放指数最高值85.47 《艺人之下》是一部奇幻热血剧 改编自漫画《艺人之下》原著其实挺有名 但题材不好拍,本来大家都不怎么看好 然而《艺人之下》播出后开出8.2的高分 导演许鸿瑜很会拍少年之间的热血友情 节奏快,没有魔改 既搞笑又热血,真的好看 《艺人之下》的背景宏观复杂 基本可以理解为21世纪的中国 而在普罗大众的周围生活着一些传说中的武林高手 平凡少年张楚兰因爷爷尸体的离奇失踪 被卷入前所未见的艺人世界之中 张楚兰也发现一个惊天秘密 少年艺人们集结起来 一场光明与黑暗的对决即将来临 2、黄景瑜、张宇、王子齐《雪迷宫》播放指数最高值85.86 《雪迷宫》为悬疑行真剧 找来黄景瑜、王子齐搭档 不少观众都很爱看两人的对手戏 《慢诈》 《雪迷宫》讲述1997年 禁毒局尚未成立 面对突然爆发的毒品危机 东北哈兰市临时组建了一支精英队伍 年轻刑警们勇敢对抗穷凶极恶的贩毒集团 悬疑剧不是古装偶像剧、甜宠剧那样的大热题材 但剧本与节奏把握得好的话 还是有望能走热 而《雪迷宫》播得也不错 有不少高燃枪战与打戏 质感没让大家失望 3、樱桃、王霄、凡人歌播放指数最高值86.19 凡人歌是九月默默播得不错的剧 即便后来有人家轮流水迢迢上线 网播量都没有打败它 凡人歌有打造过知否欢乐颂的正午阳光出品 剧情从三个年龄层的夫妻情侣的困境展开 剧情狗血但有现实感 热播时三条主线都挺有话题 凡人歌讲述全职主妇沈林原本生活安稳美满 丈夫纳尾却中年失业 百万年新的程序员纳卷 因高强度工作患了惊恐症 女友李小月却无法理解 公务员沈磊安于现状 然而妻子母亲生病了 他们没钱给谢母最好的治疗 这导致两人分歧越来越大 4.张若云 黄瑶《明龙少年》播放指数最高值86.28 张若云近年主演的每一部剧都是有效播出 这部《明龙少年》不像《庆余年》 显微镜下的大名是大IP改编的精品古装剧 也不像《警察荣耀》合作了人气女星白鹿 她翻拍自经典日剧东大特训班 通常翻拍剧都很容易拍烂 没想到前期冲出好评 只是可惜后期评价急转直下 新增的感情戏引起观众不满 但确实有话题 《明龙少年》故事从《明龙实验中学》展开 这间学校由明英和龙海两所中学合并而来 明英实行精英教育 龙海的学生则各有各的家庭问题 学校在教学资源上放弃了龙海的孩子 教师雷鸣却不愿放弃学生 她与心理老师桑夏共同成立了明龙十一班 帮助学生导回正途 五 张艺 秦岚 九部的检察官播放指数最高值86.57 九部的检察官是一部以检察官为背景的犯罪剧 找来狂飙 张艺以及言喜攻略秦岚搭档 上线后 在爱奇艺热度火速冲破九千大关 已经是2024年爱奇艺播的比较好的剧了 剧里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牵扯到一个惊天大案 大案和小案双线并行 九部的检察官剧情有悬疑感 不拖沓 而且不会很严肃无聊 反而带有一点清喜剧的感觉 讲述雷旭空降到未成年人检察部 与检察官都子余等人成为同事 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时 案件突然发生逆转 看似毫无关联的几个案子 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6.张小斐 张嘉尼 《好事成双》播放指数最高值87.28 《好事成双》是一部女性情感剧 去年上线后 靠着快节奏和狗血的剧情 小小出圈 剧情真的狗血 集结渣男出轨 正宫与小三联手等设定 女性双强联手 张小斐和张嘉尼 一个美的温柔 一个美的艳丽 还有渣男李泽峰 他之前演出三十而已 渣男许幻山被大家认识 剧里又扎出新境界 《好事成双》 讲述曾是一流大学高材生的林双 婚后迅速怀孕 成了全职妈妈 但为家庭全身心付出的她 遭遇背叛 她决定离婚 钱要 房要 车要 面子要 就是人不要 林双与好友兼丈夫小三的江喜合作 为了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林双不得不重返职场 迎难向上 也迎来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7 郭麒麟 吴振宇 编水网事播放指数最高值87.79 编水网事是2024让大家惊喜的黑马剧 找来坠续郭麒麟 搭档港星吴振宇 讲述男主沈兴为了混口饭吃 投奔在三边坡当包工头的舅舅 然而舅舅却失踪了 沈兴急着给工人们发工资 但也因此背上拒债 为了还债 沈兴成为猜叔手下的一名司机 为深山中的各方势力运送物资 展开的冒险故事 编水网事不是热门题材 但真的好看 有点公路冒险剧的感觉 一个接着一个事件 节奏很紧凑 而且剧中人物都有两面性 各方势力的利益交织 剧情反转又反转 不看到最后 根本猜不到会发生什么事 真的好看 编水网事在豆瓣也开出8.0的高分 8.张鲁伊 于何伟 三体播放指数最高值87.98 三体改编自刘慈欣所著的科幻小说 原著小说知名度相当高 只不过书迷都喜悠参半 就怕剧版毁原著 且科幻剧也不是大家爱看的题材 要拍得好不容易 不过剧版三体挺成功的 剧情没有魔改 关键角色选角也选得很好 意外成绩不错 三体讲述地球基础科学研究遭遇异常扰动 引发科学界惶恐动荡 纳米物理学家汪淼与刑警史强联手调查 共同揭开了地外未知文明三体世界的神秘面纱 并随全人类一道与即将入侵的三体人展开博弈的故事 9.谭剑刺 金世家《猎罪图鉴》播放指数最高值88.42 《猎罪图鉴》是2022年的黑马剧 当时谭剑刺还没凭借长相思大火 《猎罪图鉴》能火 是因为剧本、演员、制作通通到位 冲出高屏 才吸引许多自来水剧迷追剧 它的画面质感和剧本都是上乘之作 按键针破悬疑带感 反转又反转让人出乎意料 温柔俊美的猫戏画像师和脾气火爆的犬戏警察 两人的互动很有亮点 《猎罪图鉴》讲述带着一身谜团 空降海城公安局的画像师沈亿 7年前他还是学生在街头写生 一个陌生人拿着一张孩童照片 请他画出孩子成年的样貌 然而这一幅画 却导致海城刑警雷一斐暴露卧底身份被杀 而热血警察渡成 因为师傅雷一斐被杀而对沈亿耿耿于怀 但两人却不得不成为同事 携手解开一件件扑朔迷离的案件 10张宋文《姚安娜》《猎兵》播放指数最高值88.75 《猎兵》是一部击毒剧 讲述女警赵友南和毒枭黄宗伟斗志斗勇的故事 不是热门题材没有流量明星 但《猎兵》播出时讨论度却相当高 播放指数高达88.75 甚至比《玫瑰》的故事87.93 《长相思》第二季88.71都还高 但剧评却很惨 观众的焦点都放在女主角姚安娜身上 姚安娜是中国华为集团创始人的女儿 顶级富二代 之前曾出现在去有风的地方饰演暗恋李线的女生谢琴 姚安娜演技被骂惨了 网友吐槽她把《击毒剧》演得像真人剧本杀 演技极为出戏 而《猎兵》剧本也被狂批 《击毒线》过于降制 关键线索随便就能得到 没有犯罪悬疑剧该有的紧张感 豆瓣仅4.3分